大家好我们现在飞机上 旁边是发动机的声音 我们第一次在飞机上化妆 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欢迎来到我们的M2研究院最新一期 最新一期让飞机出去 低低感觉的路上 这位是勤勤恳恳的戴师傅 现在在长沙 主打一个日常状况 就是平常训练的时候 让大家以为我是素颜 有可能 有可能 形容戴阳老师的一首歌 我觉得形容他的感受吧 让我欢喜让我游 让我欢喜让我游 本期笑声稳定发挥 是如果是舞台妆 或者是平常的妆面 在今朝前有了很好的效果 戴老师在工作上有一份成就感 优吗那就是 怎么又花了 怎么等这么久 我其实每天在后台 我耳朵边上响起的歌 都是黄启山的那首 等待 好家伙说飙就飙啊 这个皮肤状态可以看得出来 博老师最近非常漂亮 最近就是一个户外 户内节目的两边倒 博老师是已经斩棘的日 日常 戴老师这次的生活装面 在皮肤的舞台上 中舞台装面也是区别的 生活装面的话 最主要是持妆应用品 是你训练的一个时长开场 舞台方面的话呢 除了持妆以外 他还需要参考一些 舞台的光影效果 再加上你们还有一些特效 大家现在怎么说 不然秀环节 更多的我们还是 把颜色尽量做到柔和一点 因为它灯光毕竟没那么强 看上去就不要太假面 如果舞台现场有水有火 戴老师的妆容还靠谱吗 从持妆的角度上来讲 对 将洗手不是说过 天才都会 对 我们这个底妆呢 倒是真的不怕水 这是叫广告 哎 毛哥平常你们应该怕的 博老师 你是懂打广告的 你现在去洗打脸 你去洗脸 哈哈 那你们这营经院 是有个实体的营经院 就是一栋楼里面 有一个办公室 博老师的四大弟子 没错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我们就是化妆界 复仇者联盟 我看你们好像洗手机了 这么理解好像也可以了 这毛老师爱念召 他爱念召的时候 就是艺术创作的沟通过程当中 我们反开激烈讨论的时候 他会念召一次 师父 师父 我能定用吗 师父 毛老师对这个东西要求太高了 还有睫毛 眉毛 接下来 他每次画都画到按根来 就比如说这一根眉毛 他觉得位置不对 就要通过各种办法 去给他念到那个位置 那眉头上的眉毛 有些后来是会把我眉毛 往12点的方向看 学生把我眉头往大概3点的方向 学生往1点半的方向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但是我就不太理解 把我眉毛往12点的方向看 我也不太理解 其实 真是命途多串的眉毛啊 主要眉的架半段 稍微有一点点不对称 女的表情习惯 大家不要担心挑眉 表情眉毛不对称 主要还有一个生活习惯 靠哪边睡觉很关键 就很多人发现自己脸比较歪啊 这个和吃饭 拿哪边去嚼 然后睡觉都会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说如果你一手一个勺子 一手一个筷子 放进嘴巴塞到左右两边 我们今天主打就是无言乐语 来看一下伟素颜的最终效果 这次突然变成了合伙人的关系 完成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哈哈哈哈